而在这次护驾吉安妈祖儒祖盛事当中 信仲李亚轩带着自己的儿子徐成伟 和吉安圣兰公财务长的孙女来参加公送儒祖大事 李亚轩他表示说从小就让自己的孩子亲身参与 妈祖各项活动来深耕妈祖的慈悲和传统文化 而这次护驾妈祖儒祖活动当中 中所瞩目的就是两位孩童 一位是信仲李亚轩的儿子徐成伟 另外一位则是吉安圣兰公财务长孙女 从活动画面当中可以说是相当亮眼 信仲李亚轩表示 从小就要让孩子们接触妈祖的各项活动 而且他们也相当喜欢参与这项盛事 就是多天就让他们了解妈祖的妈妈 然后小孩子也喜欢 喜欢来这边 所以就带他们来 不好玩 不好玩 这样好玩吗 好玩啊 吉安圣兰公主认为武建制表示 农历三月的时候 妈祖前往吉安乡十八个村进行绕境 可以说是空泉盛大 为了祈求花莲和静平安 同时也凝聚青年们加入镇头 新中文也让小朋友参与正式如祖护驾的活动 为了就是要把妈祖文化和精神能够传承下去 在委员和新中文的齐心努力之下 就是要把妈祖的文化能够发扬光大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